有一件事我經常很想問 你們的女生每一季都會天賜很多不同的化妝品 你們去到化妝品櫃檯的時候 會否試運全所有TESLA呢 當然會試運才買 像口唇膏一樣 我自己都用棉花棒塗在手背上 不過我見到很多女性朋友直接塗在嘴裡 那你真的要提點客戶你的朋友才行 因為隨時會禍從口入 韓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曾经抽研16间化妆品店的 42款化妆品试用样本 就发现其中14款细菌超标 最夸张的那款 就更加超出了化妆品微生物 标准的2100倍 化妆品试用 原来分分钟比厕所版更髒 既然如此 我们当然要彻底搜查一下 香港的情况 于是我们就去了 闹市的10间化妆药妆店 拿了粉底、胭脂、唇膏、眼影 折毛液等12个试用装样本 然后委托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食品与健康科学学系的 副教授方丽颖博士 进行中菌测试 方丽颖博士 究竟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其实做了12个测试 法国里面有一个唇膏 有一个碎粉和一个遮瑕膏 这三个产品里面 发现了一个金黄葡萄球菌 如果我们的化妆品里面 有污染了这个金黄葡萄球菌 有机会就会繁殖 如果我们不介意去到眼影的地方 或者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些伤口 有机会增加发炎的机会 这是不理想的 除了金黄葡萄球菌 还有就是在厕所里面 经常发现的大肠菌 五个产品里面有这个大肠菌 我们发现了大概有二、三十粒 大部分都集中在唇膏和唇彩的地方 不理想的 究竟这些菌出现在化妆品试试中 会怎样影响我们呢 我们就访问了处理棘手皮肤问题 经验丰富的郑晓慧医生 郑医生 这两种菌类 接触到皮肤会怎样 金黄葡萄球菌 其实是在我们皮肤、鼻腔 都有机会有的 它会造成皮肤感染、发炎 甚至引致出疹疹的发作 另外也有机会引致蜂窩性组织检 至于这个大肠菌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卫生指标的测试 即含量高 其实是暗示卫生情况很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大肠菌 我们配复到它的时候 其实暗示着里面 都可能有其他的致病菌 它还有什么菌呢 也有机会有染涂菌 或者是一个HPV病毒 抛诊病毒 甚至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也有机会有的 无冠状病毒也有 这个是很恐怖的 是有机会的 你知道冠状病毒 也有些是没有病征 但它也是带菌症 你想想当它去到一个化妆标准的时候 它用个唇膏 试一下唇膏颜色 再放下 下一个的客人经过 又想试一下 用同一支唇膏试的时候 即是冠状病毒 在一个空气之中 或者在物件中 都在全流一段时间的日子 那确实有机会感染到 由化妆品TESTA 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 暂时没有发现 但台湾的确有个22岁的女孩 怀疑在药妆店 直接将润唇膏TESTA 塗在嘴上 删入后嘴就肿了 痴痛和出现水泡 最后证实感染抛尘 除了抛尘之外 还有几种细菌病毒 都要额外提防家 像天球菌 其实都可以引致很多不同的疾病 例如发烧 烟后炎 另外抛尘病毒 引致唇瘡 HPV引致病毒油 例如我们用的刷 即是我们自己的化妆袋里面的刷 那些刷里面会否带有些菌 例如刚才你说的油 但是当你去到化妆标准 用别人用过的刷 或者别人试过化妆品的试试的时候 确实有机会的 通常都是扁平油 或者沉上油的类别 它们会在皮肤上 生出一些很小粒肉色的突起物 都是良性的 最主要是影响外观 因为它有机会越生越多 或者是消失了 又再出现了 当你的身体 就是免疫系统价是差 或者皮肤上有伤口 散播能力也是强的 但是很多时候女士 少不免会试试试 有什么可以再注意呢 我想要看了今天这个报告 其实就真的不好试 否则跟共用面膜 或者共用牙刷都没有什么分别 但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想试 最好先在手上试试 之后可以立刻去洗手清洁 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想试上面 我想都尽量避开眼睛和口部附近 因为那里感染了 是可以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 所以各位女士记住 尤其是现在非常时期 小心使得万年船